我们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好的老规矩啊 祖师姐跟夏家之间多了一个 动态的比较帅气的小伙 那么第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 二号位大忠臣 主公选择了香虾 我们选择了一个合理 其实从这个就已经差不多看出来了 香虾你不是很喜欢装备吗 你不是急火灯像吗 那么我就给你多挪几个装备 必要的时候是吧 也不让你过早的死 我也可以分享一些嘲讽 所以说统赛参军 整门不思变术 那么直接这么一偷 然后呢 直接挪这个装备 我看他跳那个了 跳出牌了 那应该是要挪这个装备了 他如果正常出牌 开一个无中其实也不错 他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 这个给主公练杀 你说这个娄神 那给我们发牌 没给香虾发来 他看错了 我们明明偷了马超跟牛鞋的牌 没有偷主公啊 你是不是苦 是不是 虽然说挪了主公的装备 但是是害怕主公第一轮防不住 你知道吗 主公是可以直接赶死的 这个香虾 还怕他第一轮防不住 所以说先给他过牌防命了 这都倒腾不过来 哎 也是一般平的 不知的话呢 跟香虾的配合也是啊 他两个技能其实都还可以 不知的两个 红伯的话包养啊 对不对 定判的话呢 香虾就是喜欢装备牛啊 把装备一搞掉 哼 看我的厉害 各种厉害 是吧 看多了他就就就越来越厉害了 所以说柔 柔此以来啊 那么 哎呀 看我主公的牌多 你看我们给他过牌过多了 那要不然的话 如果说一个牌少的妹子 被一个张吹 一直到了 啊 一到眼睛张吹 那时候一直在刨的话 刨不住的 顶不住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出死的牌多 就其实就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了 所以说柔此以来啊 主公你再收光一般装备 然后呢 如果说 得开A就不错了 开A的话就相当于是 可以腾一个床位出来 免得主公到最后回不了血 他肯定有爆发 有出牌 最后肯定还有剩的 这些剩的牌 去这个接音 也是不错的 那么柔此以来的话 副军风气要紧 他的一个马车可以消极的啊 他是直接把马车给了布置 害怕合理使用马车不方便 倒不是说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啊 这个是没问题的 绝对是中 除了路人不知道 别人都知道了 抢装备 能抢一个是一个 那么 不知如果去定判 香蝉的话啊 假设香蝉选择收回的话 那是一次性 收回四个装备 加八张牌 对不对 相当于手牌 直接重新变十三 他如果说 这个旧胖这个天然 他比如说害怕掉血 他如果说他害怕掉血的话 他有可能就说 你去定判 那是他选择让你八装备 那可能就一次配合一次小鸡啊 拿掉一个装备回两血得了 那这样以来的话 其实照理讲啊 应该来讲这是一个大内奸 橘色的话还可以 反对他第一轮看起来很猛 但是主攻这个状态 我觉得到现在有这么好的话 算是非常不错了 是不是 进一段来嘛 一丢一收回 直接加十二 十二档牌呢 你这说起来是没掉血 但是你装备失去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直接收回的话 这些装备就还是你的 虽然我们知道啊 照理讲 他应该是还能再过到装备 这个没问题 他也有可能是舍不得收回 沈嘉仪要用的 比如说张飞 有一个沈嘉仪 他就没装 马上如果不来距离 一个沈嘉仪也能卡他 估计是担心这两个人弄他 所以说还行嘛 沈嘉仪毕竟是防起到作用了 并且保一滴血的话 这个时候也不是太亏吧 反正你反对打不下来我 对不对 那接着报呗 你的风格不就是每轮报吗 对不对 过了那么多新的牌 那难道说不爆发 那我过了那么多牌干什么 是不是 那么你看一个马车给他架火 他不敢随便的那个 统帅参军 怎能不死变数 把马车抢走 你自己和你 你我我就明确的说 我就是不是输出的强枪 对不对 我承认这个弱点 我就抢几个装备 让对人去干 反正你反正能有多少时间 能打的基本上差不多都打了 完了 主攻跟布志在铁锁上 但是布志好像只求两个条 然后强枪的话 一个条都不求 只不过是掉三笔鞋 然后来内奸的话 如果说报不死布志的话 你能报死布志可以 你要是报不死他的话 就是定判 一直在定判 哪怕说跟刚刚一样 相信不敢收回这些装备 他想用 那一次一次的 现在还能拎三次 现在也还能拎三次 所以关键是反黑的个处 所以说这个不能定满 行吧 那就这么猥琐呗 那猥琐也其实强度也够 也够你发现了没 看起来这个可以闪了 这个可以闪 你不要以为马车不能闪了 这个是绝对能闪的 只不过就是说 你丢装备不能消机了 手牌中闪你还不容易吗 来吧 再次开启你的爆发 就是说这局的乡乡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说 他每一次开启回合的时候 大家都要说 哎呀妈 又到乡乡表演了 就他又开启回合 他就表演 就是开启你的爆发 啥啥啥啥啥 他只要一爆发 那就是这样的 那反正你看状态越来越下去了 该剪掉的剪掉 那又剪一个 剩下的该没几个牌的 没几个牌 那布置死不掉 知道吧 一个废掉一上去 你你你表 刘表又被盯 你能怎么样 抢一个装备 抢一个试一个 斧通 斧通还蛮关键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不是说 布置锁定死不掉了吗 那死不掉的话 你看再打残 或者是香腔 等着你的 你的定判 每一次你的定判 都是有绝对的发挥的 所以说这个定判 一定要定到位 虽然说只能定两次 但是你看 到现在整个都只有两个敌人的情况下 主攻还是九张牌的回合外 那回合内再猫牌 再配合自己消极爆发 或者说怎样怎样 都不知道是多少张牌 是吧 这不 天生一举上两位数了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 上两位数了 然后呢 连弩的话 提高一下效率 他这个借刀是那个顶装备以后来的 要不然你说他怎么上连弩就来借刀 对吧 好了 你你这个 这个应该说 可以说没有 没有任何问题了 马车把红杀一传过去 都不用偷牌 不用挪了 啥都不用干了 只有传个马车 闭着眼睛过了 对不对 他一个红杀直接击溃 所以说柔此以来的话 那么第一局的话 就说这局 不管说最后全场最佳 你是想想也好 布置也罢 但是有一个你要明确 全场最爽 一定是想想 他就是从第一回合 回合外都开始再爽 然后第二回合 正式出门的时候又爽 然后下边一个回合又爽 一直爽一直爽 所以全场最爽 为了他 他为核心在转 所以他就爽到了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也玩一个布置 上一局的布置就相当于是 为整个团队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那这一局 我们也是布置的情况下 是不是也是为团队带来很大的收益 对不对 那么主公选择了一个大仙 好像是一个大仙 那么哎呦 开局 有这么一个话声 然后呢 反正他没有崩坏 应该没啥问题 这个乐牛城的话 其实 牛城这个家伙咋说呢 不像太相反的 当然他也可能是反的 也可能是忠臣 他甚至也有可能是内奸 就是不太像 那么 曹瑞的话 虽然说顺了我们啊 但是他顺不到主公 然后呢 这个排队给主公 马车没运 所以说 这个主子点 选择相信他 直接给他红德 那么开局的红德给他 无中的红德还是给他 然后再开一个无中 你给谁 好吧 一给到一 反正你不给主公 我们就给你 就这么简单 就是内耳 是不是啊 包养左姿的话 那得多厉害啊 左姿还不知道 是什么技能呢 对不对 所以你包养左姿的 还是蛮厉害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王贼的话 我们打他两下 好像有点过分 但是呢 你看打对了 起码无所谓了 两下打都打了 现在在说这些 也没用 本来照你讲 你其实不知道 王贼的身份 他一个连组打了他两下 关键是他觉得 是吧 比如说反对反对 我牛你干啥 你也是一个烈杀牛 那么司马的话 是低调过了 他有刀有杀 相当于是低调过了 去杀了啊 那么这个是贝勒 这个也是低调过 你要不你也来个低调过 好吧 你们都很低调 最要紧的就是 我们之前判断的 这个曹瑞的反贼 到底是不是反贼 只要是反贼的话 你们都到那打酱油都行 曹瑞能打折打 不能打包拍给我 我去打王贼 我实际上把你主攻 打不了怎么样 咋的老婆打你忠诚 你没意见吧 对不对 先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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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这只能这样去了 可以砍两刀 砍两刀 也没过到一些 升值的牌 比如说来解除以后 配合九属性啊 什么之类的 没有就没有 那再一丢牌 再一功德 所以说 曹瑞保养我们 我们其实当场反保养他 所以说马车 没骑制吧 但是无所谓 相当于是 骑制马车 就保了其他的东西 还有就是 你不可能不塞马车的 你反正都要丢牌了 还怕马车回掉 又没有塞关键牌 桃子又没藏马车里面塞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司马是捅了王贼一刀 是跳反了 还是跳内啊 因为这个主攻是左施啊 就是说 有些时候 有一些桌的属性在你 你选左施主攻 你才桌呢 国家的话 叫做一个反击啊 看起来没啥用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他有那么一些装备 还有我们如果去定番 他的话 就是说 假设没有这个本音 我们去定番 他收回装备 掉血的话 也是可以两张一起给过来 触发一个红德的 所以相当于一滴血 可以卖三张牌 然后呢 有些时候牌就要升值的 因为牌太多了 搞着搞着 说不定关键牌就来了 但他又有一个本音 这还有啥好说的 无脑的定番 两张无脑的给 无脑的红德 对 还看能过牌的话 咱就接着过牌啊 那不能过的话 咱们就直接出手了 不是以打死你为目的 因为主攻有急救 我可以说打死你不容易 消耗状态 那你主攻你就无脑的急救了 你也别续报了 是吧 那我只能这样啊 我现在又不能说 怎样怎样 咱打王贼不亏了 他相当于是一个核心忠臣 相当于是属于核心忠臣系列的 那么如此一来的话 他这个地方啊 就这么哎呀我的一个乖乖 就说主持人其实是 相信这个事情 因为杀国家的话 一般反对不要去杀 但是其实也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关键是他第一轮 是吧 是吧 第一轮他不是明确的没杀我们吗 以败敌之可胜 火公怎么比得上 奇色乃得痛快 他也没杀王军 对 你说出 罢了 哎呀 这如果派一个草贩就是一个英姿呀 没有草贩不要紧 你那些装备 你能出得出 你不有长刀吗 也过了牌了吗 你能杀的杀 不能杀的话 把装备挂出来 等会再定判你 定判你 你再废车 一击再把他给过来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特别安心了 是不是特别安心了 爽死 对不对 这么多桃子 然后呢 你说 主公他急救没有用啊 打不死反贼的 急救有什么用啊 清朗有什么用啊 你打不死反贼的 反而招力监生 对不对 根本就打不死反贼 所以说 如此来的话 我们的行动力多强 动一下这么多牌 来 过家 啪的一下 红德过来 对 不对 红德我们是过去 这个无脑的他才给过来 先过牌 看争取升职 咱们这个原则就是 能升职就升职 不能升职就这样 直接出酒火上 收益也非常高了 对啊 你可以直接煮的呀 你这个背网子 打着司马 自己不想玩了 他自己都被你们反对恶心到了 这就相当于是在啥来的 对不对 我根本就没有信念 我找死就是找解脱 这就是这个司马 这个玩家 当时的一个心理光彩 所以说 其实打下来了啊 注意 我们有一个剑 有锦囊吗 好 这不需要了 本来还是要拆主攻的人王队 现在啥都不需要了 可以帮他们俩一起打死 也可以直接打死主攻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中间还插入一个关锁的摸牌 但也可以不发动 反正呢 就是说 你多打死一个东南 仅仅就是加点分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意义不是很大 但这个赢肯定是赢了 但你可能觉得这样爽一些 是吧 又怕所有人杀死了 关锁有这么强的状态 然后呢 主攻方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相当于是有一个完胜的感觉 可能就这么个意思 看到吧 自己写个完胜 这个 只要你不太出格太过分 我尊重你的意见 对吧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大喊贼 主攻选择了超级 那么我们选择了 还是改日吧 又有布置 那这局的布置 有装备型的配合吗 不行的话 就洪德败包养 包养呢 是不是 就转化系的呀 或者啥啥啥 如果神造人跳反贼的话 布置去把他补牌就很猛 很难打死 转化力非常高 行吧 那么上来打一个无限 又打一个无限 这相当于是直接了当 效率高呀 哎呀我去 这相当于是上来就 啥都没干 没牌了 一血淋牌 然后呢 再还来一个刀 那基本上要配合末字 基本上是要收汤久了 进洽局又没有这么多汤 但是你要注意 中瑶没有给蔡文姬阻定 上那个寒冰的时候 至少是没有阻定的 所以说柔此以来的话 中瑶我们肯定选择相信 毕竟这个寻庸本来就是忠诚的 事物上啊 这有什么不相信呢 了不起这个应该来讲 就是这样的呗 你愿不愿意相信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无论反正也好 内奸也罢 这个时候反正需要动 不打潮汽一滴血了 反正先动一手再说 比如说布置 先把牌包养上去 先恢复一下 或者说怎样怎样一下 先稳住 先稳住 对稳住 那么 就中心 没有毛链 砍弹 一个破碎 我就不要了 一个破碎不要的话 那咱们就顺行道运 哪怕顺随机的牌 或者说 哎呀 还是这样的 好吧 那就这样吧 补牌了 补牌了 补牌了以后 注意给布置 补牌有个啥好处 就是说一来布置 本身即将开启回合 按来的话 这个布置 他本来如果说过牌了以后 最后丢牌的时候 如果因为你多给一张 他就更有可能去丢两张去补牌的 他也要布置 他给队影补牌 比如说给中瑶补牌 这是很重要的 那他如果连第一张牌都丢不了 说明他更缺牌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反贼就相当于是 开局不利一个 然后主中方有强势的地方 再然后就是这个 现在只剩三个反 文匠型的反贼了 他那个收益的话就比较高了 那你南蛮的话 咱们直接改入中瑶吧 因为中瑶的黑飞机 它是只能视为使用啊 南蛮来了是要打出一张杀的 是不能用黑飞机响应 南蛮的 当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得保状态 对是这么个意思 我去这个厉害楼 八卦居然出黑了 你居然在逮到 我八卦出黑的时候杀我 这个确实蛮牛逼的 杀我无所谓 他其实他本来就有转化 他杀你太正了 他牛逼在 他人正好八卦看红的时候去杀你 那咱们就稳稳当干的 把那个巡游打掉呗 反正现在局势还挺好的 虽然说第一轮心采不利 但现在你看 忠诚状态不是太好 忠诚状态不是太好 然后呢 这个主攻的状态也不是太好 内奸呢 就是半掉加在中间 我觉得反正还挺好的 好吧 一个火攻一个闪 这鬼魂如果要火攻我们的话 还正好能命中 红桃的火攻红桃的闪 魂破公面 不实不清 你说你咋这么熟呀 你咋知道他要死呀 宽洁主持权 现在才告诉你 我会当时还 015 没有谋略 好了 那这样你来的话 这个乐其实收益 如果不能过的话就很尴尬 能过的话 这个五股收益还蛮高的 你开一个五股 配合一个改日 你们三年 他们少拿一个 还蛮好的 但就有点可惜 还有一个可惜的地方 就是你的秉镇 是在出版阶段的技能 所以说乐过不了的话 就不能给队影响来了 秉镇也没了 所以那就说白了乱查了 休息一轮 对不对 休息一轮 下一轮 马上就干出 你该干的事情了吗 对不对 你还能咋的 所以说柔此一来的话 是吧 反击状态还可以 主动放你去输出吧 我看你能输出 还来 一个白银 至少搞个状态 没毛病 所以说 好吧 白银直接拆掉了 他这个地方 末字是一拆一杀 这个基本上 相当于是旁交 把副字打掉了 看去忧了 完了 出个真决斗 配合一个存情 基本上不断杀了 所以说如果锦囊的话 有一个改字 但是他实体的决斗 实体的不断杀 这个非常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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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出一个决斗 又出一个杀 又补一个决斗 你千万别死了 你只要不死 就还有机会 咱们联动一下 只有中心 对 那么 还是改日吧 对 直接开五谷 直接改日 直接拿酒杀 然后打得死就打 打不死 打不死 压桃子压状态 随便你怎么理解 对不对 那么死最投资 他这个时候 我还是很担心 他翻中摇的 为什么 他翻中摇以后 主中方三连动 打死一个 回合外的中摇 太荣誉了 包括那个蔡文基 他还是双刀流 还行 中摇活着就还行 那么 柔此以来的话 反应过来了 反应过来了 赶紧给他补一张牌吧 行吗 主的话能那个就那个呗 还是该打打 你打寻有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打他的话 还给他补血 打蔡文基更是没有意义 不杀更是也没有意义 中山也错了 行吗 那就看你蔡文基 咋说了 一个墨字 这么多牌 能不能打死 就是让你不认得 他让你 那个佐定回去了 就是那个 会设天阳佐定回去了 但是现在就看 徐佑断不断杀了 徐佑如果不断杀的话 就没辙了 还是改日吧 那有九杀就无脑的打主 那两人打不死 不要追杀 让中摇去动一轮 那么中摇动一轮的话 我们看帮一下蔡文基吧 因为蔡文基的话 他剩下的牌 极有可能是好牌的 笔墨 写 春秋 太简单了 马车里面就有真杀 所以说根本就不需要 两个黑飞机 注意啊 徐佑断一轮 杀弹的很关键 刚刚断杀了 手上有桃 又断杀了 所以他骑车不了 你知道吗 他如果骑车A的话 懂你一个改字 你是打不死中摇的 你骑车决斗 你是扎脚的 所以他就是输出不了 你没有实体的杀 你就是不行 你就是差一点 你差一点的话 他就被我们反杀了 所以说最终的话 三个小身板 他最终得以慢慢的反杀 慢慢的积累下来的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最后就提醒一点 就是去赞棋直播 关注昆姐的直播 在赞棋TV主题台 搜索湖北张柯2018 或者直接访问 赞棋.cvee写杠 SP张柯 说白了 就是下方的红色字幕 关注下方的红色字幕 好的 谢谢大家 赞棋